下面我们请南通日报的副社长 报业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宋杰先生发言 尊敬的范城先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大家 刚才那个工科校长讲 说范城先生是南开人 从17岁进入南开 和南开接下将近70年的不解资源 这个在先生17岁之前 都是在家乡南通度过的 所以今天我非常荣幸 作为家乡的一个代表 这个成家这个 先生大家刚才都讲了 国古通经 学养精生 创造了独具风格的文化艺术成就 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不仅非生海内外 更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余生夜晚》只能遥想范城先生 我在曾经一篇人物通讯里面写到 他在四岁的时候面对他父亲的一位 文友的这个即兴考题 垂口引出绿雨顶红罐花开处处提的那个年代 虽然没有赶上那个年代 但是呢我非常有幸 从这个小学到中学 我一直沿着大师的足迹求学 包括我长期任职的 现在这个南通日报社 也是我们范真先生的展兄 范恒先生 半个世纪参与创办的一家报社 这样的机缘 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先生 去年年底呢 我开始筹备编辑一本 反映这个八十多年来 范恒先生和江东故乡 深厚情谊的这个书记 我在浩如烟海的这个资料当中 寻找先生的足迹 越深入就越能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 他不仅是一位画家 书法家 诗人学者 更是强大的渊源流产的 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无论是欣赏他的书画 还是读他的诗文 都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气场 不仅为其中深邃的思想 独到的见解 磅礴的气势 和斐然的文采 而深深的折服 也非常撤巧 正好是整整四十年前 我刚刚开始参加工作 1983年的这个时节 范恒先生为家乡做了一个 识破天津的一个扇形传举 就是在为先生家乡 南通 有个号称是中国副教 八小名山之首的南通 在位于山南的管教寺法鲁堂 先生绘制了许许如生的十八高僧像 四十多年过去的 作为宗教文化的结束代表 十八高僧像 在南通乃至中国文化发展中 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也很好地切入了今天研讨会的主题 思义与风 法鲁堂十八高僧的画像 虽然是范恒先生四十年前的旧作 但是反映了他回归古典的文化主张 一贯的践性 同时也展现了一位艺术大师 高张元素的眼光 十八高僧都是为 不叫中国化精神 做出巨大贡献的发言家和传播者 为了理想和追求 他们信念坚定 舍身求法 虽久死 其犹未毁 不愧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结良 先生对十八高僧的执着精神 无比敬仰 所以给这些高僧会下 目的在于 以此来激起国人 追求真理 效命祖国的献身精神 而这些精神 正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 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先生也是升级立行 继承了其家族 忧国忧民的祭祀情怀 继续从事与慈善救助等公益活动 表现了对天地大德的向往 和对人生万物的无限彻影 幻生先生以自身的行动 对我们传统文化中的 无私奉献乐于助人 进行了最好的宣撤 表现了传统文人 高洁精神和人格典范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众谈会 就是我想也是要继承 先生几十年如一日 以私为魂 以书为苦 忧乐祭天下 风雅 传至今的一种崇高的境界 各位领导 各位大家 从《岩山法辱堂十八高森壁画》 到范寺斯文世家陈列馆 南通大学范城艺术馆 在家乡南通 先生留下了无数的诗意和风苦 眼相正好是春以暖 我们欢迎各位摆忙之中 抽空到大师的布地来做客 领略这里的明月和清风 感受大师的诗意与风苦 一起拥抱春天 我在南通等您 谢谢大家 谢谢 姿远 柳里 请 迎